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头陀第一 摩合迦社尊者 今天跟大家讲摩合迦社 头陀第一 行十二头陀能堪苦行 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们 当年的摩羯陀国首都叫王舍城 有一个富家子弟 他从小夜离世俗 就是这种名啊利啊 他从小不喜欢 因父亲逼迫 曾娶邻国 疲舍离 以富豪女妙贤为妻子 但是妙贤与他志同道合 这个富家女跟他一样 两个人都想修心 不想结婚 那么两个人结了婚之后 自从道合一起过着分居的生活 实际上现在讲叫清修 寻师访道 就出去要找 出家的机会了 先后访问了几位名师 都不合他的心意 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出家不是说随随便便找个庙 哎我出家了 要找到师父在出家的 你没有好的师父 你跟谁学啊 所以他呢 不合他的心意 他就没有办 有一天他来到竹林经社 那个时候佛陀啊 在印度的时候呢 他到处去讲法讲课 他到了竹林经社 听佛陀去讲法 他觉得佛陀 他讲的契合本心啊 跟我讲的很像啊 于是他就跟随佛陀出了家 不久他又把妙贤接到 女众僧团当中 同修凡行 你说他出家人没有感情吗 有感情的 他自己找到好老师了 他马上把他的妻子 你也出家 到女众僧团里面 让他去跟着佛陀学 加设皈依佛教之后 成了佛教僧团当中的一员 但是他从不住在僧团当中 他认为僧团当中 生活太忧郁 因为当年啊 佛陀的僧团啊 里面很多都是皇家贵子啊 所以不宜修出世法门 他觉得不吃苦 这辈子你修不出 所以总是独自一人 在深山野外 在坟场边 在尸骨旁 修禅打坐 他一共有十种修行方法 第一 选择空闲之地而住 就是没有人的地方 第二 长行脱脱七十 就是经常拿个碗呢 去敲门 就不失 让别人产生不失心 让自己放下 功告我们心 第三 聚住在一处 就是自己住在一处 不要总天跑来跑去 第四 日食一餐 每一天吃一餐 第五 气食不择贫富 我今天去请求供养 我不管你是富有的穷人 我都要敲门 第六 严守三一薄 俱 七 常在树下思维 经常一个人坐在树底下 想 第八 常在陆地静坐 第九 薄粪扫衣 十 住坟墓之处 加设的这些修行方法 佛教称之为 偷陀行 因为偷陀的繁语 就是偷陀 偷陀的意思是什么 抖手 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污垢啊 烦恼啊 把它去掉 它长持期的苦行 从不懈怠 所以在佛陀的笔子当中呢 有一个偷陀第一的称号 佛陀称赞它 是未来 佛法的真正主持者 而且佛陀十分信任它 最后把一博 传授给它 加设得世尊传法 在佛教禅宗史上 非常有名 所以你们看佛经里面 佛陀经常讲经文里面呢 有它 根据大凡王 问佛决一经当中 曾经有介绍 有一次佛陀受凡王之请 到灵鳩山说法 所以佛陀身座之后呢 他一句话都不讲 他手里呢 拿着一朵 菠萝花给大家看 在座的人 所有的人都不理解 这时候 这时候唯有加设尊者 见佛事花 破言微笑 佛陀随即当众宣布 我有正法连方 灭盘妙心 十相无相 微妙法门 富足 莫何加设 佛陀 把平日所用的 袈裟 就是佛陀 自己的袈裟 薄就是那个碗 过去一代 宗师 他要传承给别人的时候 叫传授 一薄 所以当时就给加设了 加设呢 因此成了佛陀的继承人 在中国的禅宗当中 把加设尊者奉为 西天第一代祖师 佛陀涅槃之后 加设呢 就担起了祖师 佛法的重任 在他的祖师下 就是把佛陀 活着的时候 讲的所有的经法 全部整理 整理的地点 就在印度当年的王舍城 有五百名 以证得阿罗汉国的 大地球参加 会上呢 阿难送出金帐 因为阿难是佛陀身边 佛陀最喜欢的 跟着他学见对手 幽婆离 送出律帐 律帐就是 佛陀所规定 法师应该遵守的 佛法的戒律 集集出金和律 两大佛典 加设发起的佛典 集集工作 就是把佛陀所有的佛金 全部把它继承下来 记录下来 所以加设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等到加设年纪大的时候 他将法传给了阿难 然后他独自一人到离王所城有八百里的鸡足山 山峰间的棚地里打坐路定 因为这山上有三个小的山峰 像一个鸡的脚一样 等弥勒出世的时候 他将把佛陀传授的一波 交付给弥勒佛 所以佛经里面讲的 以后会有弥勒在世 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救度众生 就是佛经上传承的 好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博